东非国家埃塞尔比亚南部哥法县 暴雨引发土崩 活卖三户家庭 搜救队伍在挖土搜寻期间 又再一次遭遇山体滑坡 造成更严重死伤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50人 隔法县星期天晚上的暴雨 先是在隔天清晨触发土崩 搜救人员和民众合力挖掘 在泥泞中寻找生还者 没想到早上十点再次土崩 活埋了更多人 随后赶来的搜救团队 挖出至少50具遗体 当中包括妇女 小孩和警员 其余伤者已经送到医院治疗 当局还在统计确切的受灾人数 完成调查之后会再公布详情